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掀开感应篇第101集 这个书总有124集 我们希望早一天把它讲圆满 许多问题耽误了很多时间 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答复 这一集有四句 短迟 下渡 轻乘小生 一味杂针 采取精力 诸节一开段一讲 这个四句 借小人贪力之死 彻度深沉之类 所以贫物价 亦人情 世人或两样 大辱小厨 重辱轻厨 其血心只要便宜 数之得半分便宜 却省一分付得 宽 应我孙人 彼有天阳雷火之分 未彼非为此也 或有主人不知 而死出入之子弟 其为之 其罪宗归家属 不可不察也 这一段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世间人 现在的社会 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 几乎是不胜美举 至于 一我一乱针 古时候有 但是很少 现在 就是你要我买针的 都不太容易了 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 中药店里面去买两粒 片栽黄 回来之后 一看里面一粒是假的 你说有什么法子 我在香港 香港很多同修告诉我 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 世风到了这种地步 使我们想起 鬼神所说的 天上不安全 地上不能住 这个话很有道理 归神都居众灭佛求生信徒 这也硬了 李宾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 这些身边同学们说 世界已经乱了 祝福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 唯一的一条深路 唯一的一条深路 念佛求生信徒 这是真正有德行 有成就 有慈悲心的人化了 世道人性变了 他这个地方有一段说 他进来 市场里面的东西 几乎假的比真的多 那么从这个地方看 世道人性变了 凡是饮食医药 这些用品都有假的 而且假的胜过 这个数量多过真的 丧心害人 莫此为甚 至于使用假银子 现在用假钞票 我依造的一些证捐 其我更甚 天诛有所 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 所以我们凡是做一种事情 总得要想想 能不能对得起天的良心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起个念头 这念头该不该做 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能对得起云云众生吗 如果自己觉悟到这是不善的 赶紧制止 绝不能再做 他母后 举了一 古人一首诗 越奸 越巧 越贫穷 奸巧原来天不容 富贵 若从奸巧得 世间呆汗细细风 这是古人的一首诗 我们看看这首诗 他讲的话 应验不应验 似乎今天 越奸越巧的人 他越富贵 所以 相信英国的人少了 认为英国之谈满有品质 看看世间许多 及得修善的人 反而落得贫苦不堪 作奸犯阔的呢 都好像是洋洋得志 这是今天社会上 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 这一桩事情 只有佛说清楚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佛讲了啊 那些人 做奸犯阔的人 过去身中修的大佛宝 虽然今天 越奸越巧 这佛了 这掉佛之后啊 他还有余福 他还有剩下的佛 他想他的余福啊 这不是做奸犯阔 能够得佛宝 没这个道理啊 既得修善的人 现在还很贫穷 过去身中没有修福 他要不修福啊 他的生活 比今天还要艰难 我们想想 佛所说的这个话 有道理啊 如果这些 且是修富贵的人 他要不做奸犯阔 如果 难分手起 他的佛宝大了 他的佛宝想不尽 这一生 到寿命终了之后 他的佛还想不尽 来生还有大佛宝 这就是 纵然这一生不修福 光想福 都想不尽 如果这一生再要能修福 生生世世 佛报无有穷尽 可惜呢 现在的世间人不读佛书 不但佛书不读啊 神仙书都不读 好话听不进去 见到人劝善的话了 他赶紧躲开了 走的远远的 如果教他做奸犯空啊 他欢喜接受 清净我知识 原理善知识 我们知道他的佛报想不久啊 真是古人所谓的 舍后电光 佛报大的 能够想一辈子 佛报要不够大 到中年万年就衰了 这个我们今天在社会上 也看到许许多多 四五十岁就衰了 衰败了 公司倒闭了 债务累累 到处躲避 这是什么 过去深中佛报 不识很厚的 做奸犯科 很快就享受掉了 我们看到有许多做奸犯科的 到了晚年七八十岁 佛报 还是很大 那是过去深中积累的厚 虽然做种种卧室 这幅还遮不尽 那个底子太厚了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 应该如何修许 如何教人 如何教人 在今天这个社会 劝善归过 大难大难 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可是我们要不要做 一定要做 有机会隐于 有机会住身 有机会不稳事事 独善其身 你有这个机会 也要舍弃 世间善人 教导我们 安安而能切 我们的心安 生安 社会不安 众生不安 我也要舍弃我安稳的生活 去奔走 去帮助别人 这是慈悲心的 菩萨更是 做众生不秦之有 比辱家 比任何人 都来得积极 佛菩萨 实现在人间 为什么呢 不是隐居的 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服生活的 那哪里叫菩萨呢 是为一切苦难众生佛物的 这是菩萨 菩萨遇到困难却不躲避 也 勇往直前 待众生苦啊 行愿平临面 普贤菩萨 讲这个供养的时候 待众生苦供养 就是指点这一桩事情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 大家都一样 都是业力 受生的 业力可以转变成怨力 转臣愿力就是臣愿再来 我这个条件能转吗 修成菩萨才能转呢 我是凡夫啊 天台价降能转 华言经里面讲的 能转 净土宗里面讲的转得更快 天台价给我们讲的一心三观 一心三地 那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转啊 当年 天台中的祖师 慧这个慧思 随一朝时候人 读法化金 读中论 读到应运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他就悟了 他就转了 传道智者 智者 定定了 天台中理论的基础 成为大臣一个学派呀 怎么不能转呢 又误入三轮体空啊 三轮体空 就是四相破了 啊 无武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数者相啊 心底当下清净平等 不生烦恼了 不生烦恼了 长生智慧啊 他们能 我们为什么不能 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 烦恼习气 不肯放下 换一句话说呢 齐心动念呢 还不肯为别人着想 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好处 这就没法子了 祖无事大德跟我们的差别 就在这一念之间 如果我们一念回头 放下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想社会大众苦难众生 你就转盘成圣了 你就做福做足了 你智慧就开了 烦恼就断了 因念之间 这个因念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 我过去讲过很多 两个原因 第一个烦恼习气太重了 第二个毒精太少了 烦恼吸气重 不怕了 只要藏度精 多度精 多清净佛菩萨 多清净佛菩萨 多听佛菩萨教会 烦恼吸气重 烦恼吸气重的 讲一遍两遍 不会误啊 讲八遍千遍 也不会误啊 讲上万遍 十万遍百万遍 也许豁然开悟 自古以来 这种例子很多 所以不清净善之时 我们今天清净善之时 读经 不清净善之时 永远不可能开悟 看到这个世间 云云众生 哪一个不是随身烦恼 哪一个不是自私自利 甚至于还有人说 人不自私天助地灭 哎呀这一听到这个话了 这应当要自私自利啊 自私自利是真理啊 这些言论呢 似是而非的 妙说 我们要由智慧辨别 那么在新加坡 许哲居士 李牧原居士 做出榜样来 跟我们看 对 你看人家表现的没有私心 没有自利 一切为众生 生活所需 生活所需 已经到了最低的水平了 工作量 工作量 超过常人许多倍 人家身心健康 没有 没有病苦 没有病苦啊 不但没有病苦 没有劳苦 你在问问他们 他们他们 他们他们他们 他们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 他们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呢 没有死苦 身劳病死苦 离开了 求不得也离开了 求不得也离开了 爱别离也离开了 愿真慧也离开了 你看看人家 无因之胜 无因之胜 一离开了 你看看人家 罢苦 现前就断了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 我们试试看到 为什么不肯学习呢 为什么还是不能放下是非人口 不能够放下 云文利亚 一就是做见自己 这是佛法讲的愚人啊 也就是经上常讲的一禅体 所以我们自己 冷静认真反省 我们是不是经上说的愚人 一禅体 纵然是一禅体也有救 法华经上说 一禅体也有佛性 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 遇到大乘佛法 遇到了义佛法 若能遇到又有机会尝试熏 一禅体也能在这一身称佛 这是我们要继续的 决定要把这一些卧习全部都盖过来 尼尼为学会 尼尼为众生 我们也不求好处 不是为佛报我们才干的 为利益我们才干的 这个心已经不善了 我们为一切苦难众生做好 为无云大慈同体大悲而做 不是为自己利益 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 这个与佛法才相应 好 今天时间到了 看起来 我们再次看 感谢观看